一位本命忍行贖金 揭发火炎素的金营人 为人有责任感和充满感境 拥有小聪明 凡事追求逻辑 是一位智慧型的领导者 为什么一位拥有智慧的金营人 在命运的走向 会经常被人拒绝 总是无法将本身的潜能发挥 导致人生中错失了很多的良机 而无法活得成长和突破 由于悟行的规律 火黑金 所以金属只要在火的高温提炼下 就可以被溶解 而金块要成气 就必须要经过火炎素的提炼 正可以形成各种的金气首飾 所以当一个人的本命熟金 揭发了火炎素的时候 人生命运的走向就会犹如一块 未经提炼的金块 在揭发火炎素的提炼下 是无法成为各种金气首飾的 这种人虽然有责任感 处时充满干净 并且拥有才华 由于本命熟金 揭发了火炎素 认性为人个性固执 挖强 处时不远转 难以融入团队 往往与人相处的时候 会因为过于坚持个人的意见 以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同 导致受着各种人事问题的阻碍 不能将本身的潜流发挥 造成人生中错失了很多的良机 以无法获得成长和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